大家好 呃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次團購的那個 刀模 要怎麼用 因為有的人可能家裡沒有手 沒有那個刀模的那個手壓台 那如果沒有刀模的手壓台的話 你手上有那個尼龍墊 尼龍棒 像這個 可以用這個尼龍棒來敲 那也可以用木錘或膠錘 膠錘的話是上次 上次我們團購的話有 有賣這種尼龍錘 膠錘 那這支是一支一百塊 我來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如果說你是用這種膠錘 這邊有點軟齁 這種膠錘怎麼敲 首先我們把這個皮 介紹一下皮要 用這個刀 如果用尼龍棒或膠錘要敲的話 這個皮不能夠太厚 如果你皮太厚的話 不好敲 那皮大概我建議的厚度差不多在 1mm到大概2mm之間 頂多頂多就到2mm 那這一張皮 那這一張皮的話 是大概我之前有量過大概1.5mm 1.5mm左右 我們在敲的時候 你如果用手壓台的話 那個桌子就比較沒有什麼差別 那如果你是用敲的話 那個桌面 桌面一定要夠夠結實 不然你如果是那種木頭的桌子 一般我們在吃飯 那種木頭桌子 那個敲起來 敲起來會回彈 這樣子的話 很容易那個皮就會移位 所以這個下面的這一塊 桌子要夠結實 OK 那我們首先我們要把那個要壓 要 要壓刀膜的這個皮啊 我們先把它拆好 然後直接放在上面 他如果皮是翹翹的話 你可能旁邊先貼塊膠帶 把它固定住這樣子 那我們在敲的時候 我們先 像這樣我先壓 壓住另外一邊 那敲另外一邊 你不要往自己的手上打下去 這樣打下去 下面有刀子 這樣很容易受傷 這個要注意 那我們敲的時候 不是這樣 我們要先敲旁邊 先敲旁邊 這一邊 整理一下 讓它服貼 OK 這樣這邊就有敲下去了 OK 那如果你沒有這種膠錘的話 你是用 尼龍棒 尼龍棒 我們要敲的時候 是這樣子拿著轉 這樣拿著去敲 那因為這邊已經卡進去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怕 所以皮會走位 這樣子 膠錘一樣 也是像尼龍棒一樣 跟剛剛那個膠錘 的方式敲旗的方式是一樣 不過它是這樣拿著去敲 那我們敲的時候 這樣可能 他的 他的那個接觸面積比較大 會比較不好敲 所以我們是有點傾斜 然後 直接 敲這邊邊這樣 沿著邊邊這樣敲 那如果有些可能你力氣 比較大的 你可以用這樣子 直接用滾的 我們這樣也有敲 也有 這樣有沒有 這樣也是 這樣也是 涼化過去 這個尼龍錘 你不用怕說 他會 會上到倒 那個不太會 除非你的力道太大太大 你如果這樣敲 敲不出來的話 那你就稍微 傾斜 這樣子 這樣出來 那 這中間啊 這是鼻子跟眼睛的部分的話 因為 廠商會有要讓他到時候皮屑 容易從這個孔出來 所以他沒有做一圈 因為 他如果做一整圈的話 等於說他皮就沒有辦法很容易的 用那個錐子把他 錐子把它 剔除出來 那你用 沒有辦法 很容易用錐子剔除出來的話 那個皮容易會一直卡在裡面 你如果都沒有清的話 到時候整個打滿之後 你要再去清除 會非常非常難清除 所以 他廠商就是故意做 這邊做一半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皮會比較容易清 但是他的缺點是 他比較容易鬆脫 那鬆脫的時候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鬆脫的話 你這個 金屬旁邊 上一點強力膠 再把它卡進去 讓他有點黏住這樣子 那這一邊的話 他鼻子部分跟眼睛比較沒有 不明顯 因為在中間比較不好敲的話 那你可能斜斜的 這樣你可以用壓的 或者是斜斜的用這樣敲 那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孔 像這樣敲這邊有多多餘的這沒關係 這是因為剛剛皮已經翹起來 這邊要拿起來 這樣就敲好了 那我們在要把它皮 頂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拿一般的那個 吃便當的那個 給的那種竹筷子 就從這個孔這樣一搓 先輕輕的推就好了 這邊再拿起來 這樣可以 那這個孔啊 這個孔如果說沒有 沒有壓得很乾淨的話 你可能可以拿那個 原充 或者是那種 夾孔 夾孔錢 像這一種的夾孔錢 去把它調它的大小 然後再去壓一下 那一般如果你已經有敲到的話 其實用嘴子去清一下就好 眼睛部分也是一樣 稍微搓一下 下面這個也是 稍微用嘴子去搓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其實我還是建議 最好是用手壓台 會比較省力一點點 那如果是用手壓台 是不是那種專門在壓刀膜 就是那一種有在壓四合扣的 或者是 壓銅膜 或者是壓 裝那個斬在壓的那一種手壓台的話 也是可以 但是那一個的話 那一種手壓台的話 一樣這個刀膜是放這樣 然後刀面是朝上 皮 我們隨便拿一張皮來示範好了 皮一樣這樣放著 那 到時候上面的話 就是會 會有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手壓台 那上面會 手壓台最下面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裝 裝那個斬 或者是遠遠的 遠遠的鐵片 那你遠遠的鐵片的話 你就是把 把那個鐵片頂這邊 然後讓這個尼龍 尼龍棒這樣靠在這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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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那個 那個 手壓台的上面鐵片壓這裡 然後 壓下去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 這個不要這樣整片整片套著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可能就是要 壓旁邊這樣子 其實這個 這個如果皮不會太厚的話 上面施力一點點 就像這樣 齁 就是你在壓的時候 是用他的邊 用這邊的邊去 上面去施力這樣 他還是 有沒有 這邊 他還是很很輕易的 可以把這個皮去表 去把它壓 壓斷這樣 OK 那我們就 示範到這裡 謝謝